现在讲的就是假序,这一天出生的人呢,就是假这个日人,然后序这个地支 今年葵卯年,2023年是葵卯年,卯序是何的,所以你们感情方面是好的 可是呢,要注意一下呢,你的另一半有时候会发一些小脾气 然后呢,突然间要让你觉得很烦,因为在卯序和化火 而你们呢,假序这一天,通常都是比较说是渗弱的 所以呢,有火这个元素嘛,对你来说,通常都是一个让你觉得累的一种感觉 所以有时候,伴侣突然间发一些小脾气,让你觉得累 可是大致上你们的感情还是OK的 因为呢,假序呢,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木 葵卯年是水深木的,是一个湿的木 两个在一起呢,是有一个平衡的 所以呢,你们是说,在事业方面呢,会有好的发展 那,在金钱方面嘛,也是会有好的发展 可是你们的花费也是很多 因为呢,你们的日主壮旺了以后呢,你们有虚这个财 可是虚这个财,又被合去,去火这个元素 所以呢,可能你们会花一些钱啊,去买一些手机啊,电脑啊,那些家具啊,那些有输火性的那种产品 所以你们注意一下,不要花太多的钱浪费在,甚至online shopping 你们不要做太多那种online shopping啊,或者online game啊那种东西啊,那你们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可是今年会比较烦躁的,因为你们呢,有这个,毛跟虚核的一个情况 有时候突然间情绪呢,会烦躁,觉得呢,可能是说烦性的事情啊,会让你觉得突然间有一些事情想不通 那只要你保持着一个平静的心态啊,什么事情都保持冷静,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钱财方面,虽然呢,会有大花费,你注意一下,budget一下,然后懂得省钱啊,这一年的财富也是ok,也是很不错 然后刚才也是说了,感情方面也是ok啦,只是说有时候感情上面呢,情侣会给你一些,发一些小的情绪上面 发一些小脾气啦,没有关系啦,只要多包容,那没有关系 那这一点呢,这个奎卯莲呢,你们不要吃太甜,要注意一下身体那个糖素,然后呢,要多做一点运动啦 多做一点运动呢,然后呢,多吃一点健康的食物呢,那就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啦 然后呢,到最后呢,你们这一年呢,事业方面嘛,会有好的机会 所以要自己懂得去把握啦,懂得自己去勇敢的发展,就是发挥自己的那个天赋 因为木嘛,遇到火啦,代表什么,火在哪里呢,要重新说一次啊 你们没有读过八字的,可能听不懂,就是呢,毛跟续合是化火 所以呢,有一个情况呢,就是你有机会能够发挥自己的那个天赋 所以呢,有人会欣赏你的,所以懂得自己呢,懂得找机会啦 把自己好的一面呈现出来,那你就可以找到一个好的机会去发展啦 所以呢,就祝福大家,在这个新年啦,一切是顺利的啦 然后呢,尤其是这个假需的朋友啦,只要保持一个,心里面保持一个静的一个性态 再去面对任何的问题呢,你们都ok的,一切都可以顺利路过,ok?